女性单独乘坐车的时候 应该是乘坐一些正规运营的出租车 或者是网约车 而且也应该尽量的主动招呼行驶中的车 避免乘坐停在路边的一些死车 也不要与陌生人来拼车 那么网约车应该提前的设置紧急联系人 勾选一下行程的分享选项给家人 以便这个家人能够实时知道你的位置 车来了之后 你应该要看清楚车辆的型号和车牌号 是否跟这个订单的号码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有任何的一点不一致 不管这个司机以任何理由来解释 都要拒绝上车 直接取消订单 如果司机到达之后要求你取消订单 那么私下交易就可以玩具坚决下车 哎 美女 要不您先取消订单 然后那个 咱们微信支付吧 嗯 不用了吗 就按到平台上面按程序来吧 哎 美女 这样我一趟也赚不了多少钱 咱们那个 要不那个 就微信 加个朋友了 不好意思 那我还有事 我先把订单取消了 谢谢你 哎 美女 美女 夜晚独自乘车的时候 或者是说去的地方比较远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 上车之前 应该拍摄一下车辆的照片 发给家人或者是朋友 没事啊 我好了呢 没关系 我很快的就一下下好吗 不好意思 谢谢你哦 坐车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乘坐在前排的副驾驶 副驾驶它只有一侧可以下车 而且距离司机太近 一旦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 是很容易被这个犯罪分子所控制的 如果司机打开门 想让你坐在前面 你可以直接自然的 关上说不用了 谢谢 然后去后门上车 美女 坐前面吧 美女 坐前面吧 如果司机以各种理由 把后排的门锁上 让你只能坐在这个 副驾驶的位置 那么此时就可以 直接拒绝上车了 没事 坐前面吧 后面的锁上了 不用了 谢谢 美女 那么正确的位置 应该是坐在这个第二排的最右边的位置乘坐 而且需要把这个窗子打开 方便发生特殊情况的时候 可以呼救 那么在车子行驶的时候 你要给这个家人或者是朋友打电话 来报告一个行程情况 谢谢 喂 爸 我已经上车了 大概15分钟左右到家吧 你到楼下借我就行了 车牌号是 盖M925 你到小匙门口借我就行 好的 一会见 注意一点 在这个行车的时候要开启导航 不要指这个低着头玩手机 或者是说听音乐 要随时的观察整个行驶的路线 警方这个司机悄悄的改变一下行驶的路线 如果说司机绕路 你应该马上提出来 如果司机一直不顾你的劝说 继续偏离正确的路线行驶 这个时候就要拨打110 师傅 你这个偏离了正确行驶路线吧 往前面掉个头 我就前面接一下我外上 没事的 你这个都往城外方向开了 那你靠边吧 我下车好了 没事就一点点路了 就前面一点点 拐弯就到了 那你这样我要报警了 没事的了 美女 真的没事 妈就到 喂你好110吗 我现在在车牌号为 干M925车上 司机对我一图 图谋不轨 对 正在偏离正确的行驶路线 现在位置是 人民路与南京路的交叉路口 正在向干的方向行驶 对的 不要让司机知道你的这个手机电量情况 110它是有这个特殊服务的 会抓取一些对话信息 并会对这个手机进行定位 那么此时司机正在开车的话 他是没法马上脱离方向盘 直接过来抢你的手机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更多的是会把车停下来 让你直接走人 如果司机已经把你带到很偏僻的地方 你要尽快的发送求救信息 给警方或者是家人 12110加区号后三位数 例如南昌就是 12110791 在短信里面要说明情况 加上一些车牌号的信息等 拿出你的防狼喷雾 或者是随身的一些可以攻击的物品 那么在此期间呢 你也可以跟这个司机 进行一些语言上的安抚 尝试通过语言的沟通 来放松他的一个戒备 如果沟通无效 又发现这种退无可退的情况 就要先发制人 那么坐在后排的情况下 如果发现这个情况不对 你可以利用你手中的包包 将这个背包直接掏在对方的脖子上 要求对方停车 对方为缓解这个呼吸 停车的时候掏出你的喷雾 对着他的脸一顿乱喷 然后跑 如果你忘了带这个随身的防狼物品 也可以就地取材 例如车上的抱枕呢 你手里的包包 包括破窗器 你的高跟鞋 所以你能用得上的都要充分的利用 要照着他的脑袋上招呼 那么司机欲图谋不轨的时候 比较直接的方式是停车 然后开车门到后座上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女生是可以完完全全地开车门逃开的 连开两次 车门就可以打开 如果说司机已经到了后座 你要迅速地开车门 而且要正对着他 要我们前面也讲过 要先撅屁股出腿 在他近身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力地关上车门 那么跟得紧的情况下 是可以夹到他的手 或者是砸到脸的 虽然这个很暴力 但是此时也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比你的这个安全更重要了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你已经紧张到不记得跑 或者说外边太偏僻了 跑了也没啥用了 你就一定要注意 把你这个头和上半身远离对方 在对方进车里的时候 瞄准面部 喷雪喷雾 同时这个用脚不断地进行灯塔 另一只手 要马上拨打110 那么这个时候 110是唯一可以救命的 真的到这个无处可逃的时候 保命要紧 对方有凶器的时候 保命要紧 万不得已 真的出了问题 事后做紧急措施 不要着急去洗须证据 一定要去医院验伤 并且报警 讲到这里啊 其实是很丧的 带上防身物品 它的杀伤效果 比我们这个女生直接搏斗 要好的很多 我们会发现 直到这个环境 这一步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万一这个时候 你的手机没有电怎么办 拨打不了110 万一你跑出去 这个偏僻的地方 还是很危险怎么办 万一你太紧张 防狼喷雾喷不出来了怎么办 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其实说一万次 还是那句话 不要让自己 置于这种险境之中 不要让自己 置于险境之中 其实很多问题 它是完完全全 可以通过防范 来杜绝的 提高防范意识 是最好的防身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